日前,日籍双云女作家袁山李子写新书《她和我的东营物语,一个日本清华老兵遗双》的回忆录,在广东连续举办了两场读者见面会。 新书主要讲述的是她的丈夫袁山俊美的一生。 袁山俊美亲身经历了日本清华战争,目睹日本进入和平宪法年代,并加入日本共产党,为日本清华战争忏悔,与日本右翼分子不懈斗争。 袁山李子的父亲是中国著名数学家陈锦润的恩师李文清,母亲是日本人。 20世纪80年代,袁山李子在日本留学时,与袁山俊美结石。 我认识我丈夫是在1980年代我留学的时候,她当了我的保证人。 当时留学生都要有很严格的身份保证人。 那在这个担当我保证人的过程中,她经常给我一些这个学习上的指导,这样的慢慢的就跟她比较接近。 在这个过程呢,我就知道了她其实不是一个平常的日本人,她有一个很沉重的,对我这个留学生来说,非常沉重的一个过去。 那就是她原来是我们所谓的日本鬼子。 袁山李子告诉记者,这次新书的写作,源于2016年,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广东文学院院长熊玉群的《吉某年雨雪》一书。 而让她惊诧的是,书中主人公和她的丈夫非常接近,可以说是活脱脱在线,当年那个真实的日本兵袁山俊美的内心世界,仿佛是她的丈夫在书中复活了。 正巧她就是因为是运输兵,她在这个水运的过程,有一次遭到了美军的空军的席居。 所以就在这个席居的过程,船老大就拉了一下她的衣角,就暗示她说可以有一个船舱,她就躲进去了。 结果同一批鸭船的日本鬼子都差不多都死了,没有死的就跳到河里去,吓得跳到水里,也就没有再浮起来。 所以她就捡了一条命,这个事情让她特别的感动,她觉得她其实就是一个,以一个平常人的态度对待中国,对待中国人。 没有想到中国人给她的回报是这么大,给了她一条命。 而这件事也成为了袁山俊美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 1944年年底,袁山俊美利用机会,私放了日军认为有游击队员嫌疑的四名农民。 这四名农民第二天又返回原地,从一兜里掏出一瓶老酒和破碗,向袁山俊美敬酒,袁山俊美一饮而尽。 他们就把这个小破碗盛了一碗的酒,就一起用中文说,为袁山干杯,就干了。 从此以后,袁山就一辈子没有喝过日本清酒,他就一直都是喝中国老酒。 我想可能是这一杯来自战场上的他的敌人,给他的一种肯定,让他一辈子难忘。 有这样的事,那因为有这些故事,他以后回到了日本以后,他就特别的反战,意识很强。 2000年,已经80岁的袁山俊美,想要在过去的战场上,在这一片苦难的,让他难忘的土地上,留下一份他的守望。 他拿出全部的退休金,买了200株的樱花树,送到了湖南省祁阳县文明铺镇, 希望象征着和平的樱花,能够拨下日中民间友好的种子。 在2016年3月底,袁山李子在文明铺镇参加了中日友好和平祈愿会。 他代表丈夫对湖南人民道出对不起的忏悔,当时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。 这一件事呢,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,而且在这个会上呢,我还代表了我的盲夫,就是袁山俊美,在会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, 就是代表我丈夫对湖南人民表示对不起,然后呢,祈祷终日友好和平,世世代代永远下去。 这个是一个我人生的历史上一个永远记忆。 我希望中国以后也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,如果可能的话,我也希望我能够参加。